我差不多從2006年開始推崗花式彈球到現在 那它比較像是一種用花式彈球的技巧 然後搭配音樂的舞台以及自己的舞感 所呈現的表演技術 花式彈球它比賽其實是用battle的模式 其實很多人會誤以為說 我們在比賽的音樂是事先準備好了 其實都不是 那其實都是DJ所現場隨機播放的 這台是freestyle 那我們用的球啊 它其實跟一般彈球完全不一樣 它叫做亮皮球 關鍵在於它的材質 一不傷手 二就是它可以做很耐用 三就是它的光滑面 所以你在做動作的時候它會非常的得心逆手 我從小就很喜歡打彈球 跟籃球一切有關的事情我都超級喜歡的 那記得是國二那一年 我在電視上看到有一個卡通 裡面有一個劉酸控的角色 它在轉球 我又覺得好酷喔 其實它就是我的花式籃球的奇萌 所以我就一直不斷的練下去一直苦練 可是我一直不曉得這是什麼東西 剛好差不多高三的時候吧 我在網路上看到一支日本影片 原來我以前在練習 我在追求的 這樣花銷的動作 它其實真的有這項運動存在 而且原來世界上有這麼多人在玩滑山 我真的覺得超開心的 那個當時的感動我寄到現在 我周圍的同學 他們也看不懂我在幹什麼 甚至會去說 你練這幹什麼 你要耍帥是不是 你要吸女生嗎 你要把妹嗎 然後花拳秀腿的 你到底行不行啊 你耍這麼多 要不然來球場打一場 我們來動牛一場 我其實心裡會很受傷 可是呢 我又覺得說 就算他們不認同我 我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還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可是我會很納悶 為什麼這運動這麼好玩 這個文化這麼有趣 可是卻很少人知道 我就把它推廣到校園 我甚至為花生球開一間公司 然後辦比賽 如果說要從推廣者跟選手這樣的身份 來做選擇的話 我現在會選擇推廣者 誰不想變強 我超強的 但真的放不下 我這些可愛的學生 我都在他們身上看見當時的我 我會非常的不忍心 我覺得看到可愛的學生們變強 才是真正的快樂 我堅持了花式籃球這麼久了 那其實不管什麼樣的聲音 我都會說謝謝 對 謝謝你看到我 你關注我 然後你看見花式籃球 不管是好或壞 我都謝謝你 我送你